亲爱的太阳神的导师好 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 以及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有缘朋友你们好 那今天呢 美根已经来到了171天 入聚集卡牌的活动 第二回合 那今天其实美根 所遇到的这个工作上的问题 那也透过这个太阳公公的祝福 这四张卡牌来引领着自己 如何走出来 那真的非常感恩 真的是解决了 自己心中的那个烦恼心 与大家分享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是危机 危转机 困难点往往是一个转类点 能不能花过困难点 这取决于你过去的智慧 所学及处事经验 在困难点来临时 是否能有万全准备 将它变成一个转类点 这是最重要的关键 太阳神的导师 那其实很感恩导师的这个鼓励 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在这个工作上啊 或者是这个喉尘上所面对的所所随随的事情呢 其实它是个累积的负能量 那负能量如何来呢 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没有参悟通 那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 对应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项议题 那当我们接受不了或者转换不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自己产生烦恼性 所以导师在这张卡牌有讲到要用上智慧 那也就告诉了我们说 每一天的这个事情 无论是大小时都好 自己的心境要非常非常的把握着这个机会来练习自己的心境 那当面对到问题来考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那个把握 一直会有那个能量去转调 去转化成这个很好的局面 那真的非常感恩 一切的挑战 当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 在工作上 又通过这个卡牌的学习呢 真的是把这个危机 把这个让自己生起烦恼性的这个问题呢 就在一个念头与自己沟通 然后接收来自碳光光能量 导师所教的方法 落实了之后呢 真的就很感恩 就化危机 违转机了 真的很感恩 丰盛的光 要有信心 从现在开始要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因为随时随地都在迎接来自天地的祝福 当心能够平静 就比较容易接收天地兼传地的智慧和信息 感恩太阳神的导师 那的确当我们的心很静的时候呢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 就是心要静在一呼一息之间 因为很多时候的吉凶化福就在刹那间就找上门了 是吉还是凶呢 就取决于我们平时的多多的修炼 那当我们心境能量越来越提升的时候呢 也就是代表说我们每一天 每一次都获得 以及都接收到这个天地的加持与祝福 那真的很感恩哦 就是不用再去往外求 一直很茫然的一日祈求 那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呢 我们是被我们是主动的 就是自己去营造 更加更加的笃定的明白 你了解呢 营造的重要性 自己要怎样的结果 就营造怎样的因子 所以真的很感恩天地的祝福 因为有太阳 清上灼下 记得一个原理 清才会往上飘 往上升 灼折 自然会往下沉 习气就像过在我们心中的衬托一样 习气越多 渗透越重 而我们最大的习气就是 对我的执着 我字不除 执着太重 想上都上不去 太阳神的导师 我字是非常非常 主要的关键 就是我一定要去除掉 那而且这个我是很自然而然的 是我们常年累积下来的习气 那很多时候 我们跟人家结恶缘呢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我字太太太过重 放不下 以及想不通 那在修行的道路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石头 很大的绊脚石 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顺遂 所以真的聪明的自己 有智慧的自己呢 真的是要接收所有的一切的过勇满 然后呢 用上对的方法 在这个与天地共振之下 天地真理的这个规范 规矩之下呢 一步一脚印的去实修实练 很自然的心门打开 有这个智慧的时候 加上天地的祝福的时候 很自然我们的我 就会慢慢慢慢的消失掉 那当我消失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灵上 身心灵都一身轻 得香女人花 善用智慧柔软欲 同样一番话 可以润世得亲切甜美 也可以令人褪避三舍 因此说话要运用智慧 试着成为自己的评审者 省事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很深的导师 感恩导师的教诲 那说话也直接的 就散发出这个能量 而我们的话语 带着正能量启发对方呢 让对方跟我们越来越好 达到圆满呢 还是我们的话语的能量 对应到对方是起身烦恼心的 这个结果真的是大大不同 而当这个 有我们所造下的因子是负的 还是真的会回归到我们身上 所以其实真的是说话 我们的言行举止行著作 我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也非常非常的谨慎 要以德半道而行 所以其实真的很感恩这个蔡里希老师的 细讲地指挥 剖析了我们人生那么多年以来 迷茫的这个满点 我们错在哪 必须要怎么进步 然后善用这个点来提升我们的智慧 所以其实真的不容易也不难 只要我们真的愿意学习 弱实呢 真的很多时候这个智慧会不求自得 那再一次感恩太阳光光给美根 十三卡牌的祝福 也谢谢大家的时间聆听 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富有 谢谢大家